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Mina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闲聊一下 前几天呢我们有出一期视频就是 简单聊一聊在美国移民工作签证 工作移民相关的话题 那这个话题呢收到的反响还不错 我们就今天继续来聊一下 那我们上次视频呢聊了聊EB1 也就是跨国公司经理签证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继续聊一聊这个话题 好 那我们现在今天呢再讲一下这个EB1 那EB1呢好像是除了L1还有另外一个类别的 那是什么类别呢 EB1有三种吧 EB1 A B C 然后L1的那个转绿卡是个EB1 C的 咱俩上次不是大概聊了一下吗 然后其实还有一种是叫EB1 A EB1 A呢它叫杰出人才 听说过吗 杰出人才好像是听说过 那杰出人才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 杰出人才才算是杰出人才 杰出人才一般它是指五个方面的 就是什么科学 教育 文化 体育 商业 这些有杰出贡献的 那其实很多人忽略掉了一点是 就是杰出人才当中的商业人士 就比方说有些企业家的高管 不一定非得办L1 比如说我们的马爸爸 他应该不需要 那你之前有知道就是什么谁是这一方面的 然后办的是杰出人才吗 很多其实很多人我周围很多朋友 有些行业你就想象不到的都有 包括他们是搞什么金融财务的 做什么电商的 搞人力资源的 搞什么技术销售的 这些都可以去做这个 因为他做这个东西 比L1应该少一点 怎么说呢 少一点资金上的风险 说以前的这个大家都其实都知道杰出人才 他需要他有十项基本要求 然后你十项起码要满足当中的三项 但这个都是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十项中的老三项 对 那些哥们他们办下来啊 感觉现在移民局已经把这个重点转成到新三项了 新三项是什么呀 新三项就是说现在呢 他就说不是去考量你是什么 主要去考量你是哪个 我在想溜三项 溜三项 这个挺好吃的 这新三项 第一个是说你在你这个领域啊 他那种有没有那种原创性的贡献 就好像你做自媒体 你要是能够做出来的作品上了一个原创标签 那比方说西瓜视频就给你上黄V啊 我在我这一个行业有原创的有特点 然后你对这个领域 你自己的行业做出了意义重大的原创贡献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 这个行业里面你发挥出来一种领导性的 或者是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你要在自己那个领域上面 是有一定的权威性的 那你要有原创的贡献 你要发挥一个在自己的行业或者公司 发挥一个领导的或者关键的作用 然后还有一个第三个呢 是以前可能没有侧重的 就是说你要收入要特别高 就是说你在这个行业 比方说别人收入是年薪一百万 你年薪是两千万 那你就具备资格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挺有趣的东西 这是他速度比较快 他其实对英文啊 学历啊教育水平没有太多限制 说自己是一个经商的奇才 你这个企业家 你比方说你是 你今天你就是特别有本事 你就把一个国内的一个 一个频道 比方说这个人就是说 看着挺好玩的 他会一点二人转 你给他推一推 推成像独角兽这样的 这个有1400万粉丝的 大大大大大为大咖 那你就是有一个 很非常杰出的 非常有本事的这种市场推广 和这个品牌策划能力 那你就可以符合条件 你就可以办一个 这个企业家的杰出人才 所以我们杰出人才 不一定是要获得了什么诺贝尔奖 就只要在一方面的领域 你获得诺贝尔奖那种 你就是可以去申请第二的优先 就是那个叫什么国家利益豁免 还有一种就是说销售能力 销售能力也可以 对 比方说你是这个 我卖车的卖房的我也可以吗 比方说那个口红的 那个叫什么 卖口红那个吗 李什么旗 李佳旗 对比方说李佳旗 李佳旗那哥们就可以直接 就是申请结束人才 为什么呢 他这个一个人 一个人就相当于一家百货公司 上市百货公司的销量 要买 一定要买 对 然后呢就是将来我们应该 我觉得你应该学习一下 要像李佳旗一样 学习一下直播卖房 因为你现在好多 有些房源吧 第一个是咱们独家的 第二个是你的市场价格 比别人拿的要便宜 折扣要比别人好 那你为什么不在市场直接去直接线上销售呢 对吧 可以 上你家去学习学习 那上次谈的相比较就是他可能不需要在美国投资投那么多 因为你基本上不需要去涉及到什么投资 你只需要证明你的结束人才的能力 看你有没有参加什么专业的协会 有没有在这种媒体上发表过这种专业的报导 有没有媒体来报导采访你 然后你有没有就是参加过这种各种比赛 得过奖 得过全国性的奖 你有没有当过评委 你有没有就是说对这个领域做出非常结束的贡献 你有没有就是 所以就是看这些记录 对但是看你的原创 原创贡献和你的领导才能 还有你的这个收入嘛 那你收入的话很好体现啊 那像说这种结束人才 还有什么L1跨国公司经理这一些 你有没有接触过一些就是成功或者失败的一些案例 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就是给大家讲 我觉得L1那个吧 就是你在国内的这些媒体上也好 或者是美国这些很多移民公司啊 什么这些律师事务所的广告啊 可能大部分的都喜欢去讲这种成功案例 周围小伙伴那边我接触的比较多失败案例 来转成功的 但是大多数一开始的好多时候是失败案例 因为很多这种移民过程啊 一开始尤其是就是怎么说呢 在这个移民路上面坑特别多 骗子特别多 然后呢 什么行业都是 对然后呢 如果是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你先起来办一个签证吧 这是很容易的事情 不管是商签啊 L1签证啊 什么这些签证是很容易 但是后来呢 在这个签证去转成绿卡 续签也好 办绿卡的也好 这个过程中 他对公司是有这种非常硬性的要求的 业务呢 你是怎么做的 请雇员怎么聘 然后你雇员里面有没有那种职业经理人 然后你发多少薪水 这些人交多少税 你业务达不达标 你做的贸易行业怎么样 你的合作伙伴都是什么样的公司 是美国境内公司还是国内的那种公司 还是什么非洲公司 对吧 你的产品是卖什么样的 你转口 有没有问题 你这个曝光呢 有没有这些渠道 有没有这些证明 这些东西都得要什么 然后你的商业计划书写的好不好 然后就是这些都有关键 然后办案例 一个是我一个哥们 关系很好的 他是做那种野营 就露营的那种 户外运动的那种制品的 那贸易的 然后在美国呢 开了个分公司 然后这边呢 就是有人跟他说 好 你就开始做个I-1吧 然后呢 他其实先去做的时候很顺畅 从那个 很顺畅 只拿签证那一块很顺畅 对 拿签证的非常顺畅 就是从来美国 下了飞机就劈里啪啦成立这个分公司 然后呢 你是会计师你知道 注册分公司 注册公司成立一个 这是很简单的事 因为I-1嘛 他就是要成立的只有C公司 S-Corp不行 C-Corp S-Corp 反正什么区别 你应该知道 我是不太清楚了 你股东的问题 对吧 回头你跟小伙伴讲讲 对 然后呢 成立C-Corp以后呢 就是说他要做办公室 然后呢 就是要请个员工 然后呢 就是他就碰上一个律师 就包他跟他说 你给我六万块钱 然后呢 我就帮你 连请人带办公室 带什么开公司 带交税 全部都给你做了 然后呢 就直接帮你绿卡成了 帮忙运营吗 就当时他说是这么说的呀 然后回头呢 这钱是一次性交了 然后呢 签证拿着了 等回头转绿卡的时候呢 人家就跟他讲说 这个东西呢 得额外再收费 因为移民局标准改了 然后呢最终呢 他好像又交了二十万美金 又交了二十万美金 对 因为说了 现在用了二十六万美金 对 因为那个律师跟他说 你聘 你聘一个人 你还想转绿卡 你做个L1 投资一名雇十个人 你L1也得雇十个人 对吧 雇十个人呢 那你工资呢 两千不行 什么最低工资 你要做 想做有实力的 你得开四千的 一个月的工资 那这么着吧 你给律师 给律师老婆 给律师他月 丈母娘 给律师他月父 给律师他 这个什么家里的 七大姑八大姨子 每人都开工资吧 就开吧 这十个人 每人开四千 你就开去吧 开完了这钱 律师就行了 人就不退你了 那我们是帮你 接了收着工资的 我冒风险报税的 怎么能退你这钱呢 那你算一下 有多少钱吧 一年光这个 给人开工资 开出去 五万块六万块钱 然后呢 这开两年下来 十二万不见了 然后呢 又有这个费 那个费交税了 而且他公司没有运营 这钱完全就是 往外洒呀 然后他就说了 说这个 说这个律师呢 就忽悠他 给律师租公司 租房子 给股份发工资 然后律师 这个律师就是 一骗子律师 就直接以争取 律师自己个人的利益 最大化 来忽悠他 然后呢 我的哥们也是 到时候就说 就是这个到最后 就是真是觉得 自己是一肚子苦水 一言难尽 然后呢 最糟糕的是什么呢 他这个花了这二十六万的 药王钱 最终呢 没通过 没有通过 对 这二十六万就丢了 也不是 就是说 他呢 后来呢 就是说 那他可以延期的呀 他后来呢 延期是一直在过 在有效期 但是律法是没过的 然后呢 后来呢 他自己就是 重新 重新开始 就是自己真正的 跑到美国来了 然后带着他的团队 然后呢 就说 干脆我就来自己运作了 然后呢 然后呢 针对美国市场 然后现在呢 他生意做的还挺好 在美国有一些 这种 经销商啊 二级三级的经销商啊 都在跟他们拿货 做的还挺好 然后呢 他现在绿卡也拿下来了 但这个事呢 是 等于说 是 还是我直接迷错的 嗯 他是80%是靠自己 真正的靠律师的那个 靠别人去给你 就是填表 做下来的 填表写计划书 这是最主要的 你要是想着指望 别人说去给你办成这事 嗯 你自己不去努力 就说完完全全的 就是扔给别人去弄 这个事 就是说风险很大 对 所以这就跟你像 上期说的是 就我们要做这个 是真的实打实的 想来美国 做一番事业 做一番生意 那是一个双赢的迹象 又拿到绿卡 又做成生意 但如果真的就是说 是扔这个钱 也想拿这个身份的话 那风险非常大 而且容易就是 托人不慎 就会 就会损失一笔 不菲的钱财 开始办之前 一定要把这些 前后因果都 都看清楚了 找好的项目很重要 然后呢 你要做一个 完整的移民规划 嗯 那不错 好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 我们给大家一个 非常简短的小分享 然后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给我们点个赞 那在此 我们再声明一下 我们都不是专业的律师 也不是做这方面的专家 只能的聊天 分享给大家 好了那我是Mina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